你的问题是想咨询一下 带家具出租 租客提出交两个月的租金 作为押金可以吗 带家具出租 我们是可以多收一些租金的 Furnished 确实租金会比普通租金高一点 所以这个对房地产 我们投资人来讲 增加现金流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但是又存在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大家如果是租客筛选 没有做好的话 就是面临着租客可能把家具 有那个损坏 你能不能够拿回来这个损失 咱们不知道 另外一个就是 今天提出来的这个问题 我们是不是可以收 多余半个月的押金 在BC省的话 即使是你有家具 是不可以多收押金的 所以从法律上来讲是不可以的 如果这租客在这之中不去告你 他愿意交给你的话 这样他也认为这样很合理 你没有问题 但是有一天 如果他从租赁法规那 或者说有哪一天 可能碰到一个朋友跟他说 他租赁法规你带家具 你不可以多收押金的 他如果知道这个问题 有可能他就会把这个提出来说 那你这是不合法的 这个法律吧 他这样规定的 可是我跟租客 如果我们俩有协商好的 是不是应该也是一个合法的 如果你是协商好的 我建议你不要把它作为押金 因为deposit 我们只能按规定 只能收半个月的 对 你可以把它作为一个其他的名目 来跟他讲 作为一个赔偿金吧 furnish的一个赔偿金 就是说如果这个有问题的话 这个万一有家具的损坏的 做一个赔偿 就这个意思 赔偿金 附加条款上 比如说租客答应 交多少多少钱 但不是在deposit 那个部分去填 如果呢 租客呢 也不希望这一年当中 我有什么 让他提前搬走的这种情况 他也想住的安心 那么我也怕他搬走 所以呢 我们俩协商好 就是说 如果我让他提前搬走了 那我可以赔付他 两个月的这个租金 作为赔偿 如果说在这一年当中 他提前搬走了 那他也要给我交 两个月的租金 作为一个赔偿 您觉得这样子 是不是一个合法和合理的 我可能不会建议这么做 为什么 首先 你刚才提出来 你这个租客 本身就是新来的移民 对 新来的移民 他本身对城市 他不了解 他在这个地方 是不是住的满意 合适 适合他 都还不知道 所以对我来讲 我在近期 我在我们学员答议会的时候 我跟大家提到 我自己的观点是什么 如果租客任何时候 通过我的筛选 严格筛选 我筛选好的租客 租客有任何问题 提出来搬走 我一般是不会纠结 劝他留下 我不会的 为什么 大家都知道 如果是租客一定要走 他肯定有 肯定是有原因的 他不可能没有原因 有一些原因呢 是突发事件 比如说他家里有 突然有事了 他工作变动了 任何原因 他要搬走 咱们也不要为难人家 是吧 好 第二 如果是他想要搬走 他知道他是理亏的 但是他想要搬走 他不会跟你讲实话的 就是他跟你讲实话了 我们要成全人家 他不跟你讲实话 因为他已经提出来 我想走 他肯定是有理由的 任何你跟他签的 附加条款的东西 如果是违背 租赁法规的 你是不成立的 就你再怎么写 只要是违背 租赁法规 大家以后有冲突 他去告你的时候 你保证是败诉的 你看啊 我们租赁法规上讲的是 如果租赁住得好好的 你是不可以提出来 让他走的 如果是没有违约 或者是没有自住 这是租赁法规规定 所以如果你提出来说 我哪一天想让你走了 我给你多少补偿 不符合咱们租赁法规 这是第一点 如果是租赁跟我们提出来 他要走 fixed term之内 他提出来走 租赁法规怎么规定呢 是说当租赁告我们 他要搬走的时候 我们房东需要做的是 马上减少损失 马上要去做广告 努力去找到下一个租客 如果是没有找到下一个租客 损失是应该这个租客赔 所以如果你在你的租赁条款上 已经写了 他不管他要违规 反正你要付我两个月 这个是不符合法规的 就是因为你还没有发生这个事情 而且你还不知道 是不是有两个月的损失 这是我给你简单的回答 好吧 好吧 谢谢大家